1995年大雪纷飞的龙冬里的一天 三名关系要好的高中男生 大仓 仲贤和小光 相约来到一处人际罕至的山顶拍照 在拍照的过程中 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小光不慎脚下一滑 滚落下山顶 等到其他两人慌忙下山找到小光时 对方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当时手机尚未普及 大仓和仲贤根本无法向外界求援 两人只得搀扶着人事不景的小光 在山林中艰难地前行 但他们很快就迷失方向 找不到山林的出口 好在傍晚时分 两人终于发现了一处 可以暂避风雪的废弃木屋 于是决定在里面将就一夜 谁知 第二天一大早 仲贤从睡梦中醒来时 发现三人中年龄最长的大仓不知去向 此外 小光背包里的一部随身厅也一同丢失 这东西在当时是个稀罕玩意儿 属于中学生的高档配置 因而 仲贤下意识地认为 是大仓偷走随身厅 然后丢下他和小光跑路去了 眼见昏迷中的小光状态越来越差 仲贤只得独自艰难地背着他 试图找到山林出口 但由于将近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 仲贤很快体力不支 瘫倒在雪地上 就在他以为自己和小光将死在这片山林中时 大仓带着救援人员找到了两人 原来 年龄最长的大仓 担心昏迷中的小光撑不了多久 这才连夜跑去找来了救援人员 经此一事 三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宛如亲兄弟一般 时光飞逝 传言来到了17年后 当时不安适适的中学生 如今都已成了为生计奔波的成年人 年纪最小的小光 经营着已故父母留下的一间杂货铺度日 生活过得相当窘迫 仲贤则当上了一名消防队员 并娶其生死 一家三口过着平凡而幸福的日子 年龄最长的大仓做了保险业务员 尽管和小光一样 至今光棍一条 但大仓凭借着事故圆滑 能受会道的本领 保险业务做得逢生水起 在三人当中经济条件最好 作为三人中的老大哥 大仓对两个兄弟极为照顾 不仅长期补贴生活窘迫的小光 也经常代替仲贤 前去探望仲贤的父母 仲贤的父母贤叔和贤婶 经营着一家带有赌博性质的地下游戏厅 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的仲贤 多次劝说父母将游戏厅关掉 但遭到了贤叔和贤婶的拒绝 再加上 仲贤不顾贤叔贤婶的强烈反对 娶了一名哑女为妻 因而 他和父母的关系闹得特别僵 双方到了一见面就争吵的地步 而父母早亡的大仓 便代替仲贤承担起了 照顾贤叔和贤婶的责任 不久之前 贤叔突发中风 至今卧病在床 大仓跟两位老人的走动 也就变得更加频繁 虽然生活之中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糟心事 但大仓 仲贤和小光的兄弟感情始终在线 然而 谁也没能想到 一桩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 竟将三人牢不可破的情谊 积得粉碎 三人的命运 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由于整体经济不景气 大仓的保险业务 连续几个月陷入困境 这天 他主动找到闲审 想让其给游戏厅买一份意外保险 以防遭遇抢劫 火灾之类的突发事故 贤沈原本对大仓的推销不感兴趣 但在听完购买这份保险后 如果游戏厅遭遇意外事故 他和贤叔将获得20亿韩元的补偿时 贤沈顿时萌生了骗保的歪心思 原来 贤叔贤沈的游戏厅虽然能赚点钱 不过因为带有赌博性质 老两口想要持续经营 就得长期打点当地的警察和黑帮 经过黑白两道的抽水后 老两口每月到手的收益 已不足经营利润的三四成 再加上 如今贤叔又因中风卧病在床 贤沈独自一人根本无力打理游戏厅 所以才动了骗保的心思 大仓在得知贤沈的想法后 马上表示 愿意配合他的骗保计划 其实最近几年 大仓为了拉拢客户 没少干骗保的勾当 因而 他对贤沈的主意毫无心理压力 两人很快商量出了具体方案 那就是 由大仓再找一名同伙 一起假扮劫匪 洋装打劫游戏厅 最后放一把火 将整个游戏厅烧毁 贤沈则答应事成之后 分一半保险金给大仓集齐同伙 商量完具体方案后 大仓立即找到小光 说出了自己和贤沈的骗保计划 并要求小光跟他一起假扮劫匪 胆小怕失的小光 原本不想参与此事 但终究禁不住大仓的忽悠 大仓表示 计划成功之后 他和小光不仅能分到保险金 贤叔和贤沈也能提前退休 就此安度晚年 而且 老两口和儿子重贤的关系 也能得到改善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骗保计划中 不会有任何人受到伤害 小光在纠结良久后 最终答应了大仓的提议 两天后的晚上 大仓和小光戴上头套 手拿铁棍 悄悄来到位于地下一层的游戏厅 今天刚好是游戏厅 歇业结算的日子 游戏大厅内空无一人 只有贤沈独自一人 留在里间的办公室 若无其事地核对账目 按照原先设定的计划 小光负责在大厅里 打砸游戏设备 大仓则前往办公室 假装威胁贤沈 交出所有贵重物品 以此让游戏厅的监控设备 拍下两人打砸和抢劫的画面 作为日后索要保险金的证据 大仓和贤沈的戏码演得挺成功 但外面的小光 却遭遇了意外状况 小光在打砸游戏设备时 突然见到贤叔 拄着拐杖来到了游戏厅里 原来 卧病在床的贤叔 见核算账目的贤沈迟没有回家 特地挣扎着爬下床 来到游戏厅查看究竟 而贤沈为了避免横生之劫 又没将骗保计划提前告知贤叔 此时 见到一名蒙面男子 正在打砸自家游戏厅 贤叔自然认为 是真的遭遇了劫飞抢劫 于是 不由分说地抄起手里的拐杖 冲着小光的脑袋狠狠砸去 小光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拐杖 并跟贤叔争强起来 混乱中 惊惧交加的贤叔很快摔倒在地 等到李贤的大仓和贤沈听到动静 出来查看时 贤叔已然头破血流 失去了意识 而惊慌失措的小光 竟然因为感觉呼吸困难 摘掉了头套 将自己的身容 暴露在游戏厅的监控之下 大仓万万没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意外状况 就在他懵圈之际 贤沈下意识地掏出手机 想要拨打急救电话 大仓担心骗保计划败露 急忙上前想要阻止贤沈 结果慌乱之间 不小心将贤沈的手机打落在地 摔了个气把烂 贤沈见此情形 误以为大仓是剑材起义 打算假戏真做 抢夺游戏厅的财物 想到这里 贤沈慌忙转身逃回办公室 准备通过办公室里面的一架悬梯 爬到地上一层求助 没想到由于极度恐慌 贤沈在爬梯的过程中 不慎一脚踩空 摔落在地 当场领了盒饭 见闯下大祸 小光立誓吓得愣在原地 大仓剑事已至此 稳定了一下情绪 决定继续实施骗保计划 这样至少可以让贤叔和众贤父子 拿到巨额保险金 随后 大仓先是销毁了游戏厅的监控视频 并按照原先的计划 用提前准备好的汽油 在游戏厅内点了一把大火 最后带着游戏厅里的贵重财物 和小光一起逃离了现场 离开之前 大仓还将陷入昏迷的贤叔 拖到了火烧不到的区域 住在周边的邻居很快发现火情 并拨打了火警电话 仲贤所在的消防队随即赶到现场 扑灭了大火 然后又将昏迷中的贤叔 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然而终究晚了一步 吸入太多浓烟的贤叔 最终不治身亡 几天后 仲贤悲痛地给双亲举行了葬礼 葬礼上 小光因太过自责 情绪激进崩溃 哭得比仲贤还要伤心 大仓也只能用兄弟情深 来解释小光的异常行为 尽管暂时骗过了仲贤 但由于大仓以前有过骗保前科 警方和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老韩 很快怀疑到了他的头上 两天后的下午 老韩直接拦住准备下班的大仓 试问他是不是参与了游戏厅纵火案 大仓自然适口否认 老韩出于试探的目的 将警方正在努力修复 案发现场监控硬盘的事 告诉了大仓 并表示 只要修复好硬盘 就能立即确认纵火案的凶手是谁 大仓听闻此言 情绪明显变得有些焦躁和慌乱 他没有理会老韩 而是匆忙赶回自己家中 想要找出一个账本 原来 先生为人惊喜 将每个月打点警察和黑帮的保护费 全都记在了账本上 大仓在纵火后 将这个账本连同游戏厅的财物 全都带回了家里 他的想法是 用账本跟当地警方作笔交易 警方只要不再追究游戏厅纵火案 他就可以将这个账本交给警方 并承诺永远保守秘密 如果警方非要将纵火案查个水落石出 大仓就会把这个账本交给媒体 跟警方来个鱼死网破 不料 他刚到自家门口 就被两名警察拦出去路 警方显然早就知道账本的存在 他们对侦破纵火案没有太大兴趣 主要是担心贤审的账本被公之于众 从而让他们收取钱财的黑幕曝光 为此 两名警察刚刚在大仓家里翻找了一遍 但却没能找到贤审的账本 大仓也感到很奇怪 自己明明将账本放在家里 警察怎么会没找到呢 不仅如此 他从游戏室里带回来的钱财 也一并不翼而飞 由于大仓家的门窗都没有破损痕迹 说明 偷走账本和钱财的人 是用钥匙进的屋 而除了大仓本人外 还有一个人有她的家门钥匙 此人名叫西妹 是一位酒吧的陪酒女郎 也是大仓的付费床扮 西妹经常来大仓家里睡觉 因而大仓给了她一把家门钥匙 看来就是这个西妹 偷走了账本和钱财 想到这里 大仓找了个借口 打发走了两名警察 然后立即驱车来到西妹工作的酒吧 结果发现 西妹并不在酒吧里 手机也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就在大仓准备无光而返时 仲贤给她打来了电话 说是请她帮忙抓捕纵火案的凶手 不明所以的大仓 赶忙来到仲贤指定的街区 两人刚在车里等了一会儿 大仓还没来得及询问仲贤怎么回事 就见到一名背着红色背包的女子 鬼鬼祟祟的出现在了街角 大仓一眼就认出 该女子正是自己的付费床扮西妹 仲贤则指认西妹 就是纵火案的凶手 尽管还不明白仲贤为何认定是西妹纵火 但大仓的第一反应是 绝不能让仲贤抓住西妹 否则自己和小光纵火 并间接害死贤叔贤沈的事必然曝光 与此同时 西妹似乎也觉察到了危险 匆匆转入了一条暗向内 大仓见状 急忙独自开车绕到暗向另一头 并赶在仲贤到来之前堵住了西妹 好在西妹随身携带着贤沈的账本 大仓没时间追问西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要回了账本 然后嘱咐对方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再说 放走西妹后 大仓假装没事人一样 与仲贤碰上头 由于他从未将自己的付费床扮 引荐给仲贤和小光 所以仲贤也没能发觉是大仓放走了西妹 两人垂头丧气地回到车上后 大仓试探性地询问仲贤 为何认定刚才的女孩是纵火犯 仲贤解释称 是本地的黑帮老大中卷哥向其提供的信息 原来西妹常年混迹于龙蛇混杂的酒吧 练就了一副要钱不要命的铁弹 在偷走大仓的财物后 他还准备将贤沈的账本 卖给黑帮老大中卷哥 作为中卷哥日后要挟警方的筹码 哪知 中卷哥在得知 贤沈记录黑账的账本落到了西妹手里后 误以为西妹就是纵火烧毁游戏厅的元凶 中卷哥为人小心谨慎 根本无意拿回账本要挟警方 况且 贤叔贤沈在经营游戏厅期间 还从他中卷哥手里借走过一笔高利贷 如今两位老人家死于非命 这笔高利贷自然得由两人唯一的儿子仲贤来偿还 在收到西妹发来的交易请求后 中卷哥当即找到仲贤 提出自己可以用贤叔贤沈千国字的高利贷借条 以及纵火案凶手的线索 换取仲贤即将到手的20亿含元保险金 追凶心切的仲贤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中卷哥的条件 并与其签署了保险金转赠协议 在听完仲贤讲述后 大仓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没想到他和小光昧着良心 做了那么多措施换来的保险金 居然被仲贤拱手送人 但大仓此刻也不敢向仲贤吐露真相 当务之急 还是要尽快用手中的账本 换回警方正在修复的监控硬盘 如果警方真的修好硬盘 届时 大仓和小光不仅面临牢狱之灾 恐怕也会永远失去仲贤的友谊 想到这里 大仓匆匆告别仲贤 然后将账本复印了一份 最后带着账本元件来到警局 当地警方为了自保 用刚刚修复好的监控硬盘 交换回了账本 并向大仓承诺 游戏厅纵火案就此拉倒 不再继续调查 离开警局后 大仓立马烧毁了监控硬盘 随后给小光打取电话 对方所有麻烦都已解决 可小光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大仓只好决定 抽空再与其联系 第二天上午 同样联系不上小光的仲贤 独自来到了小光家里 结果看到小光 已吊死在自己卧室房梁上 地上还留着一封遗书 在遗书中 小光承认 是自己为了钱 独自闯入游戏厅打劫 没想到意外害死了贤叔和贤婶 出于无惊的愧疚 他决定以死 向好朋友仲贤谢罪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老韩 找到小光 直接质问他 是不是纵火案的帮凶 本来就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光 在打发走老韩后 最终选择了自杀 稳知恶耗的大仓 匆忙赶到医院的停尸房 算是跟小光见了最后一面 看着昔日青铜手足的兄弟 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大仓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师生大哭起来 由于小光揽下纵火案的全部罪行 警方得以体面解案 但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老韩 却不打算就此收手 他找到仲贤 将自己对大仓的怀疑如实相告 希望仲贤能跟他一起找出 大仓的犯罪证据 不料仲贤断然拒绝了老韩的提议 其实 在看到小光遗书的那一刻起 仲贤就确定 大仓才是纵火案的主谋 理由很简单 小光平时胆小懦弱 且重情重义 根本不可能生出 抢劫贤叔夫妇游戏厅的念头 只是如今小光丧命 仲贤已失去一位挚友 他不想再查出真相后 再与另一位好兄弟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 大仓在痛定思痛后 决定逃离这个伤心地 不过 在离开之前 他还想为仲贤做点分内之事 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随后 大仓带着一把水果刀 和贤神账本的复印件 找到了当地黑帮老大 中卷哥 希望能用这份账本复印件 换回中卷哥 与仲贤签署的保险金 转赠协议 中卷哥当然不肯答应这笔交易 谁知 大仓在了解了中卷哥的态度后 竟然举起水果刀 开始当场自残 将自己的一条手臂 割得鲜血淋漓 做人谨慎的中卷哥 似乎不想招惹眼前的这个梗祸 只好同意了大仓的条件 讨回保险金后 大仓简单包扎了一下 自己的伤口 然后草草收拾好行李 驱车来到仲贤家里 跟仲贤年仅六岁的女儿 道了个别 这些年来 大仓和小光 都将这个小女孩 视若挤出 当做亲闺女一样看待 道完别后 大仓打车来到了机场 没想到的是 本该在消防队上班的仲贤 也追了过来 在人来人往的后机大厅里 两人无言以对 沉默良久 随后 仲贤突然提起了 17年前的那个隆东的往事 他平静地询问大仓 是不是他拿走了 小光的随身厅 原来 小光的随身厅 后来一直没有找到 这件事成了仲贤心中的芥蒂 他怀疑 大仓最初的想法 就是带着随身厅 撇下他和小光独自奔命 只是在中途良心发现 才找来救援队救了两人 听到仲贤问出 这个奇怪的问题 大仓露出一脸苦笑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过命的兄弟 居然在心里 一直将他当成了 小偷和无情无义的混蛋 自始至终 大仓都没有觊觎过 小光的随身厅 更没想过撇下两个兄弟 独自逃命 小光的随身厅 应该是在滚落山顶时 掉在了雪地里 但此时此刻 大仓没有给自己 做任何辩解 他只是嘱咐仲贤 好好照顾妻儿 工作注意安全 仲贤也不再说什么 他将小光的遗书 交给大仓后 就起身离开 大仓接过遗书 来到洗手间 准备上完厕所 再仔细看看 哪知他刚解完手 就被一名 带着眼镜的男子 捅了一刀 眼镜男子 正是黑帮老大 钟卷哥派来的杀手 在失去20亿 韩元保险金后 性格谨慎 但又气性很大的 钟卷哥 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才派出杀手 打算做掉大仓 杀手捅完刀子离开后 大仓捂着伤口 跌跌撞撞地 走出厕所 想要呼救 这时 他看到仲贤 尚未走远 或许是不想 让对方担心 大仓放弃了呼救的念头 而是用外套 掩盖住伤口 若无其事地 跟回过头的仲贤 对视了片刻 然后走到仲贤 视野的盲区 查看了小光的遗书 小光在遗书的 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我最近总是在想 要是我死在 17年前的那个冬天 就好了 这样的话 你们俩就不会像 现在这般痛苦了 我死以后 大仓你要对仲贤 更好一点 带上我的那一份 看完小光的遗书 大仓含着眼泪 闭上眼睛 离开了这个世界 仲贤在得知 大仓的死讯后 内心五味杂陈 经过多日的思索 他决定 带着妻儿 搬离现在的住处 因为这里承载着 太多关于大仓 和小光的回忆 让他无法面对 在收拾东西时 仲贤无意中 发现了大仓的车钥匙 应该是大仓 在跟女儿道别时 特意留下 而对方的车子 目前就停在楼下 仲贤不自觉地 带着钥匙 来到楼下打开了车门 结果在驾驶座上 看到了大仓 用一条命 为其拿回来的保险金 转赠协议 协议的旁边 还放着大仓的公寓钥匙 随后 仲贤又来到大仓的公寓 见到了桌子上 放着的存折 和财产转赠证明 以及17年前 三兄弟在山顶 拍摄的合影照片 看来 大仓为了弥补 意外害死贤叔 贤神的过失 将自己的全部财产 全都留给了仲贤 仲贤看着眼前的一切 泪水顿时 隐瞒眼眶 其实这么多年来 他的心里 埋藏着一个很深的秘密 17年前的 那个隆冬的早晨 仲贤在木屋醒来后 以为大仓撇下 他和小光独自跑了 然后 他自己也生出了 丢下小光 独自逃命的念头 但是刚走出木屋的门 仲贤就因良心不安 折返了回去 正因为如此 仲贤才误以为 大仓也和他一样 有过抛弃好朋友的心思 这一刹那的动念 让仲贤一辈子都难以释怀 仿佛成了他一生的罪孽 为了洗刷这种罪孽 仲贤才选择了消防员的职业 用一次次奋不顾身的火场救援 消弭心中的愧疚 本期的故事 来自韩国高分犯罪片 好朋友们 很多人都觉得 韩国人的犯罪片 拍得十分了得 其实还有一类影片 也是韩国导演的拿手绝活 那就是纯爱电影 比如早年的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八月招相馆》 《处不到的恋人》等 在天生看来 这部好朋友们 更像是一部 另类的纯爱电影 所谓的纯爱 应该是指一种 没有任何杂志的感情 就像本片中 三位主角的友谊一样 哪怕一点点的瑕疵 都会令他们终生心怀不安 这是一种虚假 也是一种愿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和犯罪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咯 谢谢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